好,那各位我们刚刚看了3D图层,看了摄影机 对不对 那么 这边灯光我顺便提一下,好不好 灯光 那灯光呢 跟我们真正3D一样 至少有四种 有四种灯光 那么最 简单的 是像这个聚光灯 它就跟摄影机一样,因为聚光灯是有方向性的 你有看过舞台上的聚光灯吗 对不对,它是有方向性的,另外一种就是点光源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这有写 点光源就比较像是什么 比较像我们灯泡那种概念 我们的灯泡的话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实用3D也有灯泡 有吗 如果你有修过3D的课程 它就是一个灯泡然后360度都发光 都可以照得到 另外一种叫做平行光 像太阳一样 太阳光来到我们地球是这样直接照下来 这样照过来 就是平行的,因为距离很远嘛 虽然它也是一颗球啦 但是呢,因为距离很远就是灯光线就是这样照过来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环境光 环境光就好像我们晚上 晚上如果没有月光 是整个大地都是黑的 那有月光就会有回回的 亮度 那种叫做环境光 就是我没有任何灯光的情况下 要不要给它一点点亮度 这样 这样了解 当然我们真正3D的这种灯光 变化会更多 好 那 灯光在我们A里面也是一种特殊涂层 那我们来试看看喔 你看喔 我就从这边来 我先让我的摄影机 有一个角度 好 那我们刚刚很明显的 这棵树 是不是已经有稍微比我们的 这个 后面那个底 是不是 有点距离 那我们来试看看 我再增加一个灯光 灯光 你看 灯光的名称可以决定 有没有四种灯光的类型 预设就是SPA的叫SPA line聚光灯 就是聚光灯 所以它是有方向性的 那既然有方向性 就会有什么 你看我们的 一般的聚光灯 是这里很强光 然后这样照射过来 所以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个角度 对不对 这个角度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圆锥状的这个角度 就是今天预设是90度啦 然后它的灯光的强度是100 然后这里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聚光灯照下来之后 这里看得到 旁边是会慢慢的建作 对不对 所以它这里预设有一个语化 就是说我从最强的 完全照到的 跟到完全 没有照到的中间会有一个50%的 Filler 就是语化的程度 也就是你从光线 最强的到消失 有点像我们语化的那种感觉 这一段 会有一个50%的 素质 这样有没有了解 那它预设这个灯光是没有产生阴影的 我们刚刚在3D 图层里面 我们有增加一个选价 要不要产生影子 对不对 然后呢 要不要接受别人的灯光 跟别人的阴影 3D的世界跟真实世界不一样 真实世界有一盏灯 我就一定会产生影子 诶各位 如果有一盏灯照到某一个人 他没有产生影子 你会怎么办 你看 你应该会讲 快走喔 有吗 对不对 但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你是可以自由决定的 因为有些时候我只要补光 我并没有要产生真正的影子 这样了解 好所以呢 你要不要产生阴影 由你自己决定 好那你看喔 我们先不产生影子 我按OK 好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旁边这里好像变暗了 来 我还原一下 我把这个灯光 先还原 有没有刚开始是一样的亮度 可是我做了之后 有没有感觉变暗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本来A1 它 它其实没有灯光的时候就是大家的亮度都是跟平面是一样的 虽然你有3D 可是我不会因为你转到另外一边就不见 可是因为你现在有的灯光之后 你有了一个灯光之后 他就要尊重你的决定 由你自己的灯光来决定 这个 这个物件的亮度 因此呢 当你增加了之后 有没有 原本呢 A1里面有打的灯就关掉 他就会 依照你的决定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来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有没有 当我在移动的时候 我放近一点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刚刚讲那个语化的过程 从最亮的 到最暗的 有没有一个50%的一个距离 那个语化的感觉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所以 你看 我灯光 如果是 聚光灯 就会像这样 有一个 光源 跟有一个目标的位置 因为聚光灯是有方向性的 可是呢 如果你是点光源就没有了 你看我们这边增加 灯光 假设我在这里增加的叫做点光源 POINT 这种的 你看这个都没有属性有没有 好我把按个OK 有没有只有一点 只有一点他会360度都发光 所以你要移动他 拉动他 你看 过来靠近一点 有没有很亮 远一点 对不对 这样就不会照到那么多 所以你可以绕着绕着绕着走 他就是即时的 他不像我们之前的那种阴影 他是什么 假的 所以你感受不到 真实的这种光线的变化 这样有没有了解 给光源没有方向性 所以不管你在哪个方向他都会照到 那你透过这个远近就可以有感觉 好 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 那个 光源的部分跟大家提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有阴影可以吗 可以的 不过呢 阴影必须要两相情愿才可以 就跟你手牵手跟你的anada 要去结婚的时候要怎么样 两个人要不要都讲我愿意 对不对 今天你看 灯光 点两下来 如果告诉他灯光我想要产生阴影 这里我把它勾起来 Cast shadow Cast的叫投射的意思 就把阴影投射出去 我想要找这个阴影 他预设阴影是很黑 然后没有羽化 所以阴影会很锐利 好没关系 我们先试看看 你看我按说 我想要有阴影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 这个树有团生阴影吗 没有 为什么 你勤 我不愿嘛 了解 所以我得找到树 来找到树 在这里 那一样我进到里面 树 这里因为他是3D的 所以把这里打开 这里 材质这边 你看 这里 产生阴影是off 没有 所以我刚讲的你只有灯光 产生阴影没有用 得要我自己愿意产生阴影 现在是暗了 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阴影很硬 有没有是纯黑的 这样有了解的吗 那如果我希望这个 阴影 能够有一点羽化的感觉 怎么办 要回去找灯光 因为他是由灯光决定的 所以我回到灯光这里 我们刚刚提到的 阴影很黑 没有任何的羽化 就是这里 所以你看喔 我们同步看一下右手边这里 我来调整阴影不要那么黑 来 有没有淡一点点 羽化多一点 这样 这样 有了解的 所以 要产生影子 还是那句老话 两情相悦 好吗 灯光 跟被照射的物件 都必须把阴影打开 这样 才能够 有真正的影子出来 而且我们这样调整了之后 你真正在调整这个灯光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他的影子会跟着改变呢 他是及时的 他不是玩假 这样了解 好那你如果 换个角度我现在从上面我从左右 我就可以调整阴影的上下 我们刚讲过的 从左右的 可以调上下 从上面往下看的可以调左右 所以我从这边 按着有没有这样可以调上 调下 对不对影子就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嘛 所以像这种方式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 各位 记不记得现在 有没有看过很多地方现在都有光雕秀 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我把影子是不是投到墙壁上去 好那如果你要把它投上去 我们会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会把 这个 树 的穿透那样的效果 刚刚我们有介绍一个要灯光穿透 这个就像教堂玻璃一样 现在是没有穿透 所以阴影看起来是黑的 对不对 你看我把它变穿透 你有没有感觉 我好像把影子投影到上面去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灯光我就告诉他 麻烦你 你不要那么黑 影子要黑一点 不要有影化 有没有树的影子就出来了 投影出来了 那这棵树我们就怎么样 让它不要出现就好了 你了解吗 等一下 这样太黑了 100就好 这里 不要羽化了 有没有这样就产生一棵树出来了 我就可以投影出去了 所以你用光雕秀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去模拟 这样就可以知道 影子投到那个墙壁上之后 感觉如何 所以 可以类似像这样子 去做 然后它的那个透明度在这里 透明度 这里 我应该要再把它那个前面这个 消掉 这里有一个选项 就是只有阴影 我看一下 接受阴影 Case Shadow 我记得有一个 阴影的 好 没关系 下次我再找找看那个位置在哪里 这样 各位 我们简单的 先把AE里面 3D 三个东西 先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 你要变3D涂层 刚刚讲的灯光 摄影机才有作用 你2D涂层 灯光怎么照它 摄影机怎么烤 你们家的事情 该没关系 一定是3D涂层 后面这两个 才有 这样有没有了解的 好 OK了 那 没有讲完的 就是那个消失点 跟 一些其他部分 就下次再跟大家做介绍 好啦 那 我们那个组别的部分就麻烦各位 组别的部分麻烦大家你在我们的讨论区 组长放上来就好 算了 不用了 就全部啦 全部放上来 有东西再帮各位加一样 如果像这样子有组长的 那个彦祖再麻烦你了 好不好 再 再修正一下 你们 自己PO的都可以再修正 好 那我们今天就站到这边下课了 谢谢大家 谢谢